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据美国官员称 中国的王毅将在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之际访问华盛顿 中国最高外交官将于本周访问华盛顿 澳大利亚推迟了对一名曾训练中国飞行员的美国飞行员的引渡听证会 前经济沙皇刘鹤仍在权力中心拥有重要地位 消息人士 中国的神秘14960个市政债务发行者 请大家收看 据美国官员称 中国的王毅将在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之际访问华盛顿 雅虎 据高级官员透露 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本周将首次访问美国 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首次访问 此次访问旨在解决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并将成为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在11月份会晤之前最高级别的面对面接触 美国官员一直努力确保两国之间的分歧不会升级为冲突 澳大利亚推迟了对一名曾训练中国飞行员的美国飞行员的引渡听证会 南华早报 前美国军事飞行员丹达根被指控非法培训中国飞行员 他的引渡听证会在悉尼法院被推迟至5月 达根的律师正在构建他们的案件 并要求澳大利亚国防部和安全机构提供额外信息 美国准备继续引渡程序 但是听证会因为辩护律师的要求而被推迟 如果被判有罪 达根最高可能面临65年监禁 他的律师辩称起诉是出于政治目的 并且他被指控的罪行在澳大利亚法律下并不存在 前经济沙皇刘鹤仍在权力中心拥有重要地位 消息人士 南华早报 据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信 退休副总理刘鹤仍然担任习近平领导的一个重要经济决策机构的办公室主任 尽管他不再公开露面 但刘鹤仍然是访问北京的高级外国代表团会晤的人选 据说美国财政部长贾纳 耶伦美国商务部长吉纳 莱蒙多以及一些欧洲领导人在访问中国期间都寻求与他会面 中国的神秘14960个市政债务发行者 彭博社 中国隐藏的地方政府债务引起了投资者的担忧 据估计去年达到了57万亿元人民币和7.8万亿美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S的借款 几乎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借款总额相当 北京已经推出了一项债务置换计划 允许地方政府将部分LGFV债务换成利率较低的债券 但尚不清楚政府将承认和合法化哪些LGFVS 谈利 彭博开放亚洲版 彭博社 标普500指数收盘下跌至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经历了一天的交易波动和国债波动的回升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短暂上涨至2007年以来首次超过5%后急剧回落 比尔·阿克曼·比尔·比尔·格罗斯·比尔·格罗斯·比尔·格罗斯放弃了他们的看跌债券观点 以色列央行维持利率并下调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测 导致以色列谢克尔自1984年以来出现了最长的连续贬值 在企业新闻方面 雪佛龙同意以53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赫斯公司后股价下跌 微软宣布将投资32亿美元以促进澳大利亚的人工智能和技术发展 日产汽车与三菱合作开发的电动车Sekora成为今年日本最畅销的电动车 中国计划批准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和1370亿美元的额外主权债务 其中近一半将用于水利保护和防洪 另外伦敦的一家新日本餐厅供应一种价值900英镑的牛排 该牛排由超高级的黑毛和牛品种填导牛制成 加利福尼亚男子因向枪击案受害者父亲发送恶毒信息被判一年监禁 美联社 加利福尼亚一名物业经理因网络骚扰佛罗里达州马乔里斯通曼 到格拉斯高中2018年大屠杀中一名少女的父亲而被判处一年联邦监狱 62岁的詹姆斯卡塔拉诺向弗雷德古腾伯格发送了200多条恶毒的在线信息 古腾伯格的14岁女儿是这起枪击事件中的17名遇难者之一 卡塔拉诺连续8个月发送这些信息 庆祝这个女孩的死亡并嘲笑他父亲的悲痛 他告诉调查人员 他对古腾伯格为加强枪支法律倡导感到愤怒 卡塔拉诺还被判处三年缓刑 并必须接受心理健康治疗 丰富的一带一路机遇等待着香港 但他准备好了吗 南华早报 香港应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 加强其在促进国家间互联互通中的关键角色 香港在物流 交通 金融和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专场 使其非常适合为中国追求高质量一带一路合作做出贡献 然而 香港在主要贸易走廊上缺乏经验丰富的贸易商和专家 面临挑战 为解决这个问题 香港应考虑将其人才引进计划 扩展到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家 中国陷入停滞的老工业基地受到全球公司撤离的冲击 日经亚洲 由于该地区经济放缓 来自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 正在减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存在 大连的一座摩天大楼的建设已经停止 其他公司如松下和宝马的合资伙伴 华晨汽车集团正在出售业务或关闭设施 东北的铁锈带 包括辽宁 吉林和黑龙江省 人口相对较少 与中国南部和东部相比 经济发展之后 经济放缓 导致日本在该地区的商业投资下降 马查多声称 在委内瑞拉总统初选中获胜 南华早报 大批委内瑞拉人参加了由该国反对派组织的初选 显示出对长期批评政府的玛利亚 克里纳 马查多的压倒性支持 马查多在周一早些时候宣布获胜 早期结果显示 他获得了超过90%的支持 这次初选被视为反对派的重大成就 迫使政治领导人和政党与民众接触 并引发了相当大的热情和动员 然而 马杜罗政府已经禁止马查多参选 引发了对初选合法性的担忧 新的中国主题 ETF在投资筛选中将美国放在首位 日经亚洲 投资公司Corn Values Alpha 推出了一支专注于中国企业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Corn Values Alpha大中华增长 ETF将其80%的配置 投资于中国公司或主要收入来自中国的企业 其余部分则投向在中国市场 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公司 如苹果 该基金的投资策略 旨在确保不损害美国利益 并包括一个风险评分卡 根据人权 国家安全和美国制裁等指标评估投资 铁杆亿万富翁们正在进行一场绿色能源竞赛 彭博社 尽管对气候变化持有不同观点 但Fortescu Metals Group Ltd创始人安德鲁 弗雷斯特和Hancock Prospecting Proprietary主席吉纳 赖恩哈特都在能源转型方面进行投资 赖恩哈特最近投资了超过12.8亿澳元 8.09亿美元用于能源转型材料 包括对理开发商Liantown Resources Ltd的股份 弗雷斯特的Fortescu Metals Group资产达到8.19亿美元 这两位亿万富翁都来自西澳大利亚珀斯 并且都是通过铁矿石开采积累财富的 尽管进行了投资 但Fortescu的排放量正在上升 该公司还没有为探定价的世界做好准备 日本最畅销的电动车不是特斯拉 而是一辆价值13000美元的轻型车 彭博社 日产汽车和三菱汽车的Sekora 以XX的名字销售成为了今年日本最畅销的电动汽车 Ely 占据了该国所有Ely销量的大约一半 Sekora比传统的Ely更小 因其更好的燃油经济性和较低的税收 而受到日本农村地区工人和家庭的欢迎 售价约为200万日元和1.33万美元 日产计划到2030年推出19款Ely车型 并在2028年开始使用固态电池 然而 去年全电动汽车在日本新车销售中仅占1.5% 黑石集团表示 中美紧张关系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风险 彭博社 黑石集团将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确定为全球市场面临的最高地缘政治风险 在黑石集团10月份的地缘政治风险仪表盘中 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被评定为高风险 关注度得分为1.5% 几乎是可能发生的重大恐怖袭击的两倍 报告警告称 美中关系最近的缓和是脆弱的 并指出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以及对台湾施压的意愿 报告还指出 美国正在向台湾提供增加的军事和经济支持 Cadence的下行的第四季度预测显示芯片行业的疲软 路透社 Cadence Design Systems预测第四季度的收入和调整后的利润低于华尔街的预期 因为半导体公司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下减缓了研发支出 对芯片设计软件提供商造成了压力 芯片行业复苏速度低于预期 对Cadence产生了连锁影响该公司生产芯片生产的软件工具和硬件 美国对向北京出口高端芯片技术的出口管制也让投资者感到不安 因为这可能会对Cadence等电子设计自动化 一代公司造成伤害 该公司在2022年的总收入中有15%来自中国 由于投资于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力整合到其软件工具中 该公司的成本也有所上升 哈马斯释放在加沙被扣为人质的以色列老年妇女 红十字会证实 南华早报 据国际红十字会称 哈马斯释放了两名自10月7日以来在加沙被扣押的以色列老妇 据报道 释放这两名妇女分别是85岁的约切维德 利夫西茨和79岁的努里特 库珀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 这两名妇女的丈夫没有被释放 据信 哈马斯扣押了大约220名人质 其中包括一些外国人和双重国籍者 上周 哈马斯释放了一名美国妇女和她的十几岁的女儿 美国已建议以色列推迟预计的地面入侵 以争取时间进行更多人质的谈判 人们担心冲突将蔓延到两个地区之外 伊朗支持的战斗人员警告可能会升级 包括针对中东的美军 与此同时 根据加沙卫生部的数据 加沙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5000人 其中包括2000名儿童 以色列以加大空袭力度 为地面进攻做准备 导致住宅建筑被摧毁 加沙230万人口的食物 水和药品已经告庆 由于以色列仍然禁止燃料进入 联合国表示其援助分发将在几天内停止 加沙的医院正努力保持发电机运行 以供应救生医疗设备的电力 孟加拉国火车相撞事故 造成至少17人死亡 纽约时报 孟加拉国一辆客运列车 与一辆货运列车相撞 造成至少17人死亡和100多人受伤 事故发生在距首都达卡以东 45英里的鸡少雷干节区 正值繁忙的假期季节 客运列车试图换轨时 被货运列车撞击 客运列车的最后两截车厢 装载着300名乘客 受到了影响 死亡人数预计还会进一步上升 孟加拉国一直在努力升级基础设施 以满足其庞大人口的需求 导致道路和杜伦事故频发 Twitch和YouTube正在减缓游戏人才的大额交易 彭博社 Twitch和YouTube正在逐步取消 与顶级直播游戏玩家的高额内容合约 因为他们认为 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商业策略 Twitch首席执行官单 克兰西表示 由此类合约引发的竞标战 是不可持续的 Twitch已经停止要求合作流媒体 播主在合约中独家直播 YouTube也在减少于顶级游戏直播玩家的合约规模和合约长度 这些平台正在朝着标准条款发展 并允许流媒体播主同时在其他平台上直播 Twitch被广泛视为游戏直播的领导者 在流媒体播主转向YouTube后 已经看到了观众数量的下降 自由放任的恐惧导致阿根廷的选举决胜局 德国之声 阿根廷的总统初选和议会选举结果导致 经济部长塞尔吉奥 马萨和自由主义者哈维尔 米莱之间的决选 马萨获得了36.6%的选票 而米莱获得了29.9%的选票 马萨被指责为阿根廷的经济问题负责 但他在初选中的成功加强了他的地位 米莱的激进提议 包括关闭中央银行和与巴西和中国断交 引起了许多阿根廷人的担忧 马萨将自己定位为变革和中庸的候选人 并有可能赢得即将到来的决选 现在美国已经来不及阻止 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的发展了 日经亚洲 周新 Evolmits Medical的公共事务高级副总裁 兼原杂志执行总编辑表示 拜登政府试图限制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的努力 不太可能成功 中国已经在工业人工智能政策上工作了七年 并取得了重大进展 许多科技公司现在都提供自己的先进聊天机器人 此外 中国已经在社会基础设施中广泛应用人工智能 提高了效率并打击了腐败 虽然美国可能会试图限制中国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获取 但中国已经领先 可能需要美国改变自己的方法 英国首相苏纳克将土金比作哈马斯 雅虎 英国首相李希 苏纳克声称 仇恨和恐惧驱使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哈马斯恐怖分子入侵民国 苏纳克在下议院发言时表示 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是因为他们害怕中东地区正在出现威胁他们权力的新平衡 同样 苏纳克声称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是出于对乌克兰成为繁荣的民主国家并远离俄罗斯影响的恐惧趋势 苏纳克表示普京和哈马斯都未能实现他们的目标 英国及其盟友必须努力保护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愿景 CATL被日经评选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日经亚洲 中国的电动汽车EV电池生产商在中国市场上拥有强劲的增长潜力 他们中的CATL在日经汽车供应商排名中名列前茅 事实上 电池制造商占据了前五名中的三个位置 凸显了中国强大的EV零部件供应链在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 相比之下 日本 美国和欧洲的排名前几位则由发动机 电机和其他动力 传动部件的超级供应商主导 文章还提到 中美之间最近的紧张局势对中国供应商的国际扩张带来了不确定性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一些热门新闻的深入分析 首先 我们谈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即将访问华盛顿的消息 这次访问将成为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11月份会晤之前最高级别的面对面接触 这表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 而美国官员则试图确保这些分歧不升级为冲突 我们可以预见 这次会面将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据估计 去年中国地方政府的隐藏债务已达到57万亿人民币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 这引起了投资者的担忧 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S的借款 几乎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借款总额相当 北京已经推出了一项债务置换计划 允许地方政府将部分LGFV债务换成利率较低的债券 但政府尚未明确承认和合法化哪些LGFVS 这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因为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可能对中国的金融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 我们还要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香港的影响 香港应该抓住这一机会 加强在促进国家间互联互通中的关键角色 香港在物流 交通 金融和绿色发展等方面的专长 使其非常适合为中国追求高质量一带一路合作做出贡献 然而 香港在主要贸易走廊上缺乏经验丰富的贸易商和专家 这将是一个挑战 因此 香港应该考虑将其人才引进计划 扩展到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家 最后 我们关注到Twitch和YouTube 正在减缓于顶级游戏直播玩家的高额合约 这表明这种商业策略是不可持续的 这两个平台正在朝着标准合约的方向发展 允许流媒体主同时在其他平台上直播 Twitch和YouTube作为游戏直播的领导者 已经看到了观众数量的下降 这一变化对于游戏直播行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也对游戏行业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和深入分析 我们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过电邮以后 巿优优优优独立新歌的大方向 露恶优独立大方向 ь